那现在春天到了 很多出版的喜欢养锈球 问到锈球怎么样换盆 这种倒手之后 切了锈球倒手之后呢 大家第一步先检查 有没有获损 如果说倒手油很完整 这个就不需要了 如果说倒手之后出现了问题 要第一时间联系商家 你不要去为商家的错误去买单 对吧 包括老花衣也是一样的 咱们打开之后呢 观察根系 如果根系像这种很饱满 那就直接换盆 加土 不存在换土 你不要打散它 也没有必要去扒拉它 外层的这些根是最新的根 你扒拉烂了也不好 如果是像这下面那种老根很多 那你可以这位这样揪闪一下 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修不修根的问题了 然后呢咱们加土换土就简单了 加上一些底土 你像比较健康的花 而且呢现在气温又很合适 在你们那能生长得很好 又可以往里面加一些肥料 一般呢叫底肥 加入一部分 拌一下 埋的时候呢 不要埋得太深 你像这种呢 操作方法就有点错误的 如果你呱呱的埋上了就很深 深的话不建议啊 可以怎么做呢 跟这个土的平面 跟盆的平面 就你想垫土的一个平面呢 大概差不多就OK了 再一个呢 就是像绣球花呢 可以换略微大一号的盆 因为它长得会比较快 跨度可以略微大一点 但是别太大了就OK了 就换完了 就正常养护就OK了 光照可以给别爆晒 你像略大一号的这种呢 咱们就可以换略大一号的盆了 袖头还是长得比较快的 那这样呢就算换完了 花盆呢选择大小失踪的一定要排水通气 土的话尽可能选好一点的吧 老花益也卖土 能支持一单也可以支持一下 肥料记得给上 如果说你想让它开蓝色的话 在这种时期就要给它加上一些调篮剂 直接撒到盆头表面就可以了 这个调篮剂是贵一点的 进口的肉会好一点 成功率也会高一点 撒上一些 这样你就只需要羊 到五一之前都不需要施肥 也不需要换盆 你就直接光管浇水晒太阳 对吧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注意遮痒 别的没啥了 休息会还是比较好痒的 地载也是相同的道理 希望能帮助到你 觉得不着急的点关注 老花益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语用的眼花知识 好吃老花益 眼花最转意 白了吃饱